各位網友大家好 近期大家都為了香港夜繽紛 甚至乎遊客都搞盡路執 想想有什麼可以給大家打卡 握一下like 甚至體驗一下 有人說我們只會說廟街沒用 還有很多東西 我們活化 用回那些詞彙 我們活化整個香港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都值得大家來試試 近期有人推介 你想吸引一些外國遊客來 不需要興建什麼主題樂園 我們整個香港根本是一個主題樂園 其中最刺激的東西就是坐這個紅車 因為夠了 人人簡直是 比跑澳門格蘭胚治 聖珍快 現在有人推薦6條亡命紅車路線 大家有沒有坐過 除了紅車路線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給外國遊客體驗一下 特別之處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真是 我上了一部紅色的車路線 大家有沒有坐過紅車路線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 我也有坐過 不過真的 近些 也沒有十年 可能沒有十年 可能十年八年也沒有坐過紅車路線 其實紅車路線的特別之處 有人說很快 沒有固定的路線 你不跟6車路線 6車路線是緊局的線 1 2 3 4 5 6 7 7個站 通常有人說 如果你趕時間坐紅車路線 你真的要想過 除非它本身的線路線 完全是可以很遷就你的 有時候可能你乘巴士 乘地鐵都未必遷就腳 可能你出地鐵站 還要走15分鐘 巴士可能還要不適合路 剛剛那個地方有紅車路線 那就回答吧 但是紅車路線 在午夜時分 有錯過多少次呢 我錯過 那時候在尼木樹 落旺角 我第一次坐 我終於完全感受到 那時候是小時候 傳說中的紅車路線 說到這一步是超跑 隨便比秋名山拓海 走在二邊 紅車路線 簡直是你完全不會睡得著 就算是半夜 那種速度嚇死你了 所以有人就說 不如這樣吧 推薦外國遊客 讓他們感受一下 這個港版生死時速 也好 極速的士也好 甚至乎比 那些所謂的 燒雲飛車 過山車 跳樓機 那麽 那究竟有什麽路線 可以值得推介 我自己印象 我剛才說 我不知道這條線 還在哪裏 尼木樹落旺角 朗豪坊還未站 朗豪坊開了很久 那時候我也是 在尼木樹落旺角 朗豪坊 一旦經過蝴蝶谷那段 我簡直是不會睡著的 我完全不會睡著的 你不拿著那個扶手 你基本上 你一旦睡著 突然之間 你很像 有人說 那時候我們說 香港的紅衣有什麽特點 就是 或者你坐車子 有什麽特點 首先你要一個很好 綠車子現在就少了 尤其是跑專線 跑一些老人村 就少了很多 舊時的紅衣是怎樣的 先說一句說法 首先你要很聰明 你養手的車子 一到的時候 他不是完全停定 他已經開門等你 然後你就立即衝衝上車 因為你立即要找位 你不用找的 司機一比喻 然後你整個人便會飛去 一個吉位上 因為他掛一比喻 整個人便去了 然後你叫司機前面有樂 司機前面真的一筆給你 當你準備好 準備好 你有一種下車功夫 右手拿著扶手 左手拿著人家的椅子 你看準時機 司機亦都看準時機 這裡下 然後開門的車還未停 到你 一站起來 司機立即收油 那道力就送你去門口 然後就像跳傘一樣 跳下去之後就走了 這個行雲流水的動作 就被譬如在香港 搭紅車必備 即是要精明 你一個人蠢順少少少 慢少少 司機也會罵你 快點 禁區啊 大哥 幫幫忙 燈位 就是有些 你試試拿些 你把紅車下車要賺錢 有些人先給好司機 有些司機就說 先回頭吧 快點起步 再加上 有時你給了帶子的司機 司機就是搖著你 搞錯啊 你不說 真的浪費時間 加上那時候 紅車也好 小車也好 容易出現意外 後來 做了速度計 每次 他一響起來 就像我們的心跳一樣 他啵啵啵啵啵 然後我們的心就啵啵啵 嚇死你 除了我這種感覺之外 其實有人說 第一條賽道 王國去大埔 王國去大埔 這條好像沒有了很久了 我沒試過 兒子先搭搭的 就去哪夜凌晨 真的搭了上這個紅車 去大埔的紅車 這個很厲害的 15分鐘 150個彎的速度 15分鐘到 大家搭 我當你搭冬鐵 你搭冬鐵 你從大埔 就當你大埔去 大埔去 坐下去旺角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差不多 我當你去旺角東站 如果你在九龍塘 再轉車 再轉去太子 或者旺角也好 那裡的時間 浪費了一點 大概都要差不多半個小時 大約半個小時 15分鐘到 快 其實是很快的 尤其是思瑞 配搭套路港 簡直是不能輸 如果凌晨 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是快到 媽媽不認得 20分鐘到 很多網民說一線難忘 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試試 可能有的 另外 又是 說到旺角出發 這條賽道就是 旺角入大西北 五日入大東北 今次入大西北 即是屯元天 屯門元朗天水圍 只要一條路線 你就可以感受到 F1起圍那一刻的離心力 推背 哇 這個人馬上噩咬 前面的畫面開始變得模糊 我看得越來越慢 究竟是否我進入了二次元的空間 尤其是有人說去到屯門公路 基本上踩到白沙 簡直是 F1的速度 不要這樣說 F1不止這個速度 但是說到你沒有這個三點式安全椅 那張椅子沒有安全帶 你的扶手就是前面那張椅背 你就可以感受到中空的寂寞 你想想你過山車的時候 你沒有任何安全措施 你開著它 就算向前衝不到 不打個大回環給你 你也害怕 隨時自己飛出去 有人就說 不用30分鐘 直到屯門 整條公路沒有車 每個人都閃拿上身 這也是 那些司機大佬 他們開車速度簡直是非常 那些開車 對那部車的熟識度 你說二波起步 那些是很基本的 他進彎那些 真的鬆兩下 和兩下有 然後打一下爭子 然後車子 一撞進彎 然後又來 又來 又來 你不知以為他在跑什麼 跑東望楊 進那些Racing Line 多厲害 全部跑到最外 吃個彎心 你想想 這部車 雖然有人說 香港利用到這部車 簡直可以 唯一一切 澳門那邊 可以製造一個 紅煙杯 另外 旺角去西貢 這個擺明是激 為什麼呢 旺角跑山路 有人就說 由於沒有地鐵乘搭 只有兩個選擇 不是巴士有煙杯 裡面有很多斜路 有人就說 由壁屋井蘭樹那段 直接試過 躺一躺 整個人拋上天 好刺激 相當刺激 有沒有試過 有 我有試過 突然被人拋起的感覺 突然被人拋起 突然被人拋起 嘩 一聲 我突然在心裡 完全在小車子感受到 乘搭飛機 遇到氣流的離心力 真是恐怖 另外 這條路線 這條路線是旺角去觀塘 有人說 一個價錢 兩種感受 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感受到 S彎 和大手臂彎 也可以看到 Ban仔 大佬 入彎的功力 有人說 觀塘去荃灣 這條路線也是 非常之厲害 手臂彎 完全不收油 十分鐘 一定回到去 這條路線是否 這條路線已經沒有了 就是旺角入黃江 20分鐘 20分鐘 豈不是火箭快? 真的嗎 現在就算你快速 在旺角東站 你也要30多分鐘 最快的30多分鐘 我當你剛才說 我在泰埔區出旺角 我當我催大了 你說20分鐘可以 那你還有5個站 你去羅馬州或羅湖那邊 你也要30多分鐘 王國曬駭 王江這麼快 真是非常恐怖 另一條 這條 我被譽為 港版秋名山賽道 就是石澳 石澳 很多人都會走去飛車 那些位置 以前說的 深淺水石 深水灣 清水灣 淺水灣 石澳 這堆賽道 簡直是香港 一中 街上不合法的 非法賽車手 必然走去跑的路線 尤其是石澳 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們坐那些熱狗 我小時候住港島區 那部是不是9號 忘了 入石澳那裡 你坐上層 很刺激 坐那些熱狗巴 沒有冷氣 夏天窗都開了 哇 巴士司機又開得快 然後 你完全感受到那種涼 因為一邊是山邊 一邊是海邊 然後 你完全 坐得太近 窗口 隨時被樹枝刮到 你完全感受到 那種 過山車的速度與激情 真的 如果大家小時候坐過 沒有冷氣的熱狗巴士 你進去石澳走一轉 那種感受 你聽到下面的司機 大佬不收油 不斷給油 那些彎位 不斷扭 真的很功夫 前面的畫面 就像打電話 一左一右 以上 以及這些推介 我覺得除了小朋友之外 亦可以讓外國遊客感受一下 來香港 尤其是那些下班時間 試一下我們的地鐵 那些班次漁學頻密 都是上不了人的 連續五、六班在金鐘站 那些轉車站位 你試一下 人多擠迫 你試一下 分分鐘三、四班都上不了車 你想找個位置很困難 是的 現在5點多 大家開玩笑嗎 又或者坐巴士 在那些人真的厲害 過來旁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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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也可以讓他們試一 results 感受一下 另外 那我又覺得 試試試賠道 衛生的士 我自己覺得 其實香港有很多事情 也可以推介 雄安法當然就是 非常之特別 我相信 在全球那麼多地方來 如果公共交通公共可以駕駛這麼辣的話 香港是非常特別的 人多擠迫的環境讓大家感受一下 電車其實我覺得 題外話 剛才說到這麼激 一動不如一靜 如何再重新推薦遊客去乘電車 難得還有在這裏 打造一下旅遊一條線 我覺得趁現在 我們特首都在想辦法 廟街 從收機灣到西營盤 整條路這麼長 中間有什麼可以讓遊客 可以隨著電車的路 去玩玩 我們以前有的 什麼起貼街 離圓東街 灣仔 銅鑼灣 下時代廣場 北國 或者西環去賣海味 或者收機灣 東大街 我在那裏吃東西 吃完東西上車 感受一下 這個地方有很多漁民 到了太古城 為何要叫太古城 有這些歷史的解說 然後到了質如衝 被譽為 很多人去看的怪獸大廈 一條龍殺到 銅鑼灣 維園 然後 灣仔 開始到商業中心 金鐘 到一個高壤的地方 中環 中銀 甚至乎看立法會 在金鐘之類 然後殺到西環 有很多海味店 我們怎樣整條路線活化 這件事我覺得 都可以 說開 搭這些公共交通工具 不用搭巴士 不用搭地鐵 讓他感受迫 我覺得是可以的 有時候挺誇張 我都不知 都不知怎樣 拿大型物件上車 有人搭巴士 搬家 當是小車輛 這些 在世界各地 都可能絕為僅有 儘管 用來介紹一下 讓人參觀一下 看看也好 不知道你 心目中 或者你試過搭一些什麼 值得推介給外國人 不妨留言說一下 今集時間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